大家好我是成宇 上回要跟大家說了鬼王九吞童子的故事 讓大家了解在鬼滅之刃中出現用來殺鬼的刀 在日本的傳說中也的確是存在的 這些在除掉鬼王後的武士們 居然又遇見了新的鬼怪想要爭奪新任鬼王的位置 而這隻鬼居然與鬼滅中的蜘蛛鬼類非常類似 那我們必須從下弦之物類的背景故事開始說起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 滅鬼刀與蜘蛛鬼的故事 時間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少年名為雷 他天生體弱多病 竟然走路都是一件痛苦的事 對人生感到絕望的他遇見了鬼王 鬼滅食物慘 鬼滅食物慘非常同情這位與自己幼年時一樣多病的孩子 便私與他自己的血液 得到鬼王血液的雷變身為鬼 也得到了強韌而充滿力量的身軀 但這鬼的身分也讓他開始以人為食物的日子 為了存活下去他開始獵捕活生生的人類 這當然很快便被他的父母給發現了 為了阻止他繼續傷害無辜的人 雷的父親並決心要帶著他同歸於盡 父親對他的殺意也被雷給發現 被憤怒支配的他便奪去了父母的性命 為了找尋真正家人的羈絆 雷便在納田蜘蛛山組建的只是屬於自己的家族 但這個蜘蛛家族只不過是用恐怖統治在維持的 裡頭並沒有任何的感情 當他與鬼殺隊戰鬥落敗而被斬下手機時 他看見了判死保護妹妹迷鬥子的造門探之狼 他終於恢復人類時的記憶 回想起自己其實是一直想要向父母親懺悔的 在地獄的邊緣也看見了父母的身影 親子三人相擁一同消失在地獄的夜火當中 這便是蜘蛛鬼《淚》在鬼滅之刃》中的故事 而在日本歷史中所記載的蜘蛛鬼 也與上回提到的滅鬼武士 袁賴光有關我們必須從袁賴光除掉鬼王九吞童子後開始說起 關於上回袁賴光除掉了九吞童子的故事 還沒看過的觀眾可以點擊上方的資訊卡 袁賴光用寶刀童子千安鋼打倒了日本最高強的惡鬼 也解救出許多受困的少女回到了京都受到天皇的重傷 但畢竟經過一連串的戰鬥嘛 袁賴光身受許多傷因此臥病在床 就這樣休養了一陣子 有一天有一名美麗的女醫師前來探望袁賴光 這位女子名為蝴蝶 蝴蝶長得非常漂亮 因此袁賴光的部下便讓她進入了房間 蝴蝶看見了袁賴光便向她說道 英雄啊您現在身體還好嗎 有需要怎樣的幫忙嗎 但躺在床上的袁賴光十分的虛弱 便向她說道 我現在元氣大傷 如果沒有什麼重的事就請你離開吧 這簡短的對話便讓蝴蝶知道了她的病情不清 確定了她的身體狀況後的蝴蝶便離開了宅地 在當天的晚上居然又有個不速之客造訪了袁賴光的宅地 在夜深人靜時 袁賴光床邊突然出現一名僧侶打扮的男子 這名僧侶手上纏繞著蜘蛛絲般的氣線 袁賴光在睡夢中感到床邊有一股殺氣便猛然驚醒 便隨手拿起放在枕頭旁邊的寶刀吸完 向僧侶男子砍去 一刀砍下後 吸完的確砍到了些什麼東西 但剛才的床邊男子已經消失不見了 聽見了寢室內的刀劍聲 部下急忙趕來 袁賴光便向他們說了事情的經過 經過了部下的調查 原來早上那自稱是醫師的女子蝴蝶 是葛城山上的妖怪土蜘蛛所畫 特地來探查袁賴光的病情 看見袁賴光如此虛弱 便在半夜派出手下前來刺殺 土蜘蛛住的葛城山 在京都的南方 在山中的一個神社中有個名為 囊之種的地方 這裡封印著被神虎天皇抓捕的蜘蛛怪 這隻蜘蛛因為常年居住在山上 因此吸取天地靈氣修煉成精 不能除去袁賴光 他必定能成為新任的鬼王 為了保住袁賴光的性命 大火只能再次踏上滅鬼的旅程 部下們聽說袁賴光用刀砍中的妖怪 便勘察了宅底附近 果然發現地上有血跡 袁賴光又再度率領四位武士出發前往滅鬼 五人沿著血跡一路追蹤 最後果真來到了蜘蛛巢穴葛城山 眾人穿越了詭異的原始叢林 來到山上一處古老的巨型墳墓前 這便是傳說中的囊之種 血跡在墳墓前消失了 瞬間墳墓爆裂開來 巨大的土蜘蛛從墳墓裡爬了出來 土蜘蛛用又粗又黏的蛛絲 變成巨大的蜘蛛網 纏繞著武士們 這讓武士們陷入苦戰 在之中有名武士名為板田金石 金石趕緊向袁賴光說道 我們會捨身被蜘蛛綁住 趁他吐絲的空檔 大哥啊 你就上前攻擊他吧 聽見了兄弟的話 原來光王便拔出了寶刀蜘蛛 上前攻擊土蜘蛛 就在蜘蛛吐絲空檔 那千聚立法之際 原來光王用蜘蛛用力砍下了 土蜘蛛的手擊 如此輕鬆的擊敗土蜘蛛 讓武士們的名號再度傳遍日本 而那把砍下土蜘蛛手擊的刀 也從蜘蛛改名為蜘蛛切 在原來光和四位武士除掉的土蜘蛛回到京城後 居然又遇見了新的鬼怪 除了剛剛提到的板田金石外 另外一名武士名為渡邊鋼 在結束任務離開原來光的宅邸後 他在回家的路上經過了一座橋 今天的橋上就有一位美麗的女子在徘徊著 似乎有著心事 渡邊鋼很聲勢的上前向女子說道 小姐啊你是迷路了嗎?還是有什麼難處呢? 女子便表示自己 因為剛搬入京城 不熟悉附近才會迷路 好心的渡邊鋼 看見天色已晚便將女子扶上馬 當女子登上馬的瞬間 她突然變成了惡鬼 並抓住了渡邊鋼的法技 想要把她拉入黑暗之中 此時渡邊鋼的腰上 正掛著主人圓賴光似語的寶刀 姿切便把她出刀用力一砍 那惡鬼抓著法姬的手臂 瞬間就被砍了下來 惡鬼這隻受傷不敵 便瞬間飛散 只留下了那隻被砍下的手臂 原來那美麗的女子 是鬼怪慈慕童子的化身 慈慕童子是酒吞童子的部下 她此次前來是想要為酒吞童子復仇 渡邊鋼將斷壁拿去給 當時最著名的營養師安倍晴明 晴明看了一眼便向渡邊鋼說道 這鬼的斷壁會帶來厄運 看樣子這七天內 你對任何事都要小心 而且還不能見任何的客人 渡邊鋼答應了晴明後便帶著斷壁離開 這幾天她都凡事小心 也沒有接見任何的客人 但就在第六天的晚上 有個女人敲了房門 站在門外的正是渡邊鋼的養母 真才 渡邊鋼是個極度孝順之人 便忘記了戒律 將養母引入家中款貸 渡邊鋼開心的 向養母說著自己 隨著原來幫滅鬼的故事 已提到現在家中 就擺著一隻鬼的斷壁 養母聽完便說道 我這身可沒有看過鬼啊 你快把斷壁拿來給我瞧不瞧啊 渡邊鋼竟也真的拿那隻鬼手臂給養母把玩 他看著斷壁兩久突然笑著說道 哎呀我的手臂怎麼會忘在你這個武士這裡呢 瞬間打破窗戶飛出門外 這件事也被原賴光給知道 他們必須要時刻提高警覺 要對抗雌木童子的下一次復仇 而那把砍下雌木童子手臂的刀 也從姿切改名為鬼切 關於雌木童子的故事 下回有機會再和大家聊聊 今天和大家聊了鬼滅之刃中的蜘蛛鬼類的背景故事 也讓大家了解了在日本歷史中 的確有位住在深深的蜘蛛鬼 可以發現在無卡戶士行老師的 《鬼滅之刃》這部作品裡 有許多鬼怪其實都借進了日本傳說中的鬼怪 我會一一的向各位介紹 如果大家喜歡鬼滅的主題 也不要忘記在影片下方告訴我 有任何問題或想聽的故事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就說到這邊 我是成語 我們下回再見 字幕詞 曲 曲 字幕志 李宗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